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文學 今天要來帶大家講幽靈文學第12集 那我們現在這位於竹南的中港溪河畔的一個河堤 那河堤常常都會有很多的步道 那我們今天要來帶大家看一個非常特別的步道 那這邊就是一個步道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這個可以走上去 好 我們現在就從這個樓梯走上去 好 這個樓梯就是我們剛才走上來的地方 那走到這個河堤上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步道很明顯的 它是一個給行人來行走的 那前面也有很多處 有像旁邊這樣一樣的樓梯可以走上來 那這邊是中港溪河畔 所以在河堤上面其實就可以看到中港溪 那這邊有一座橋 所以呢 我們沿著這個步道一直往前走 走走走往橋這個方向走的時候 會發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看到橋在這邊了 然後這大概只有一個成人的腰一半左右的高度而已 這個樣子行人到底是要怎麼走 我們今天就來實測為大家走一次 好 我們現在在這個剛才講的這個步道這邊 然後我們遇到了前面的這個障礙的時候 到底應該要怎麼走呢 就必須要蹲下來 這樣子 這樣子才可以有辦法過去 這樣才有辦法行走 我不曉得當時這個地方驗收 做出這些東西 然後做出這個地板的時候 到底在想什麼 這個地方沒有辦法騎腳踏車 人 行人 成人根本沒有辦法行走 然後小朋友可能也必須要蹲下來 你必須要像我這個樣子蹲著走 或者是用爬的爬過去才有辦法通過這個步道 好 我們現在過來另外一邊了 另外一邊一樣一路繼續往後延伸的一條步道 從對面過來的時候到這邊 一樣會遇到這個狀況 到底是哪一個單位設計出這麼天才 這麼有趣的公共建設 這東西到底花了人民多少娜 所以其實是去年新建的一個步道 那由於這個地方的範圍是位在阻南鎮 所以我其實也跟國定議員講過 那我其實不知道應該要怎麼改善 難道要整條河堤打掉重做嗎 難道要把橋墊高嗎 當時在規劃這個東西的時候 沒有任何人覺得這個東西有疑問嗎 太荒謬了吧 我再一次蹲著走回來之後 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裡呢其實是一個閘門 然後往前 往前到這邊可以看到 這是經濟部 水利署第二河川局的水門維護管理的巡邏 所以這個是水利署二河局所管轄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個地方 我剛才上網查了一下資料 它叫做山載坪堤坊 在2019年的時候 二河局有一個案子 大概有四個堤坊 都進行了加高加強的工程 那總共花了2100萬左右 所以我們很粗糙的平均下來 大概一個案子可能花了500萬 那既然是一個堤坊 它可能本來就是想要加高加強 它可能根本不care行人走起來 到底怎麼樣 好沒關係 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們在行走河堤的過程中 看到好幾個像這樣子的東西 真的是意味不明 不曉得這突出來的一個板子 到底是要用來做什麼的 是要在這裡 讓大家可以看著中港溪流域 在這邊野餐嗎 不曉得 我們繼續往前走 堤坊步道走到尾巴會看到一個類似觀景台的東西 那後方最尾端的地方是一個抽水站 這裡是竹南的中港溪以及納仔溝的交會處 那納仔溝過去常常因為雨水量比較大的時候 這裡整片可能都會有淹水的狀況 那接著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大塊非常大的空地 所以這裡是今天要跟大家講另外一個更有趣的故事 因為這地方過去常常會淹水 所以海線的立委陳超明 就跟中央爭取了一筆經費 想要把後面這塊1.6公頃左右的地方 做一個製紅池 那在工程開始的時候 大概是1.3億左右的一個經費 那開始的時候 開挖之後發現 下面埋藏了超級大量的垃圾 然後根本不曉得過去為什麼會放在這邊 到底是誰放的 那怎麼解決呢? 後來這個相關單位評估之後 這些垃圾清運跟處理的費用 大概要花2,300萬左右 就由縣府跟公所一人出一半 然後把這些垃圾清走 那這麼大量的垃圾要放到哪裡去? 苗栗縣的垃圾野埋場其實大部分都已經飽和了 竹南的垃圾野埋場總共有三期 其實都已經飽和 然後並且再開始進行富裕 它已經變成一個公園了 為了要解決這個地方 把一期的公園 現在也有可能會變為垃圾野埋場 為了要解決淹水問題 所要做的製紅石挖出來 下面竟然是一整片不知道誰放在這邊的垃圾 同時要解決這個垃圾問題 竟然要讓已經富裕的野埋場 再度從公園變成垃圾野埋場 同時這條步道走到中間的時候 竟然會發現一個阻擋了行人 大概只有半米高左右的地方可以行走 這麼幽默的事情就是現在 在這邊正在上演的現在進行式 今天的遊行文學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同時也可以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然後追蹤我的IG 掰掰